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年二八 過年了 還有三天 年初一 我提早給大家講一聲恭喜發財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希望大家賭馬可以奉賭必贏 大家好運 今天就講返起 我先用英文說 Morning Chinese New Year is coming and still have 3 days and I will say good luck for everyone and then I hope Chinese New Year and then got a new luck OK 好了 講返上一次 我提供咬媽寶 今天 有點不幸 頭關 如我所料 是爆冷 22倍 可惜 練練不歡笑 沒辦法 跑到第四 後來 看賽後報告 就說他有談 我沒話說了 如果有談 可能真的影響馬 輸就輸了 沒有辦法 不過我就會 大家記住 年年歡樂 不是歡樂 年年歡樂 應該下次 真的要買 可能真的有談 我看得出 他也有去 不過就 沒力 沒話說 否則 如果收到 我估計 也有700至800 我買了60元 我待會給張飛你看 我是真金百萬 不是好像平馬家 他們未必買 我們沒有人知道 他有沒有買 是真金百萬 你好 就是 無口碼 滿冠紅 寫在下面 就是 年年歡樂 60元 有超巴神區 可惜 可惜 這隻跑第四 這隻第一 這個 22 23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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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吃下去 就算收到安慰獎 都有八幾二百元 可惜 沒辦法收到 四十一百分以下 這是一百分以下 一百分之下 二百分之下 好了,我的騎士王也是幸運,莫萊拉輸了五分,四分 莫萊拉如果是多一隻,跑第二的話,就會贏了 若則的話,現在就是無計,輸了 我這次看過,這個星期三,我也是看好莫萊拉,但還是要看前面 如果前面,第一、二場是有贏,跑第二、第三,值得去玩下去 否則就是限日遲暴,好了 好了,我看過了,這個星期三,都挺難買的 看上去,有機會,又是爆冷的機會也很多 當然莫萊拉應該是免費的 如果是潘頓那些冷碗,就可以撐住了 但是現在,我就很難猜得到哪一隻會贏 因為我又看不到賠率,因為現在是十一點鐘 就算一會十二點鐘看,都是初步的 頭轉壓很低的,所以幫不到幾大 但是不要緊,我看了第三項目的,第三項目的 第三項目的,第三項目的,第三項目的 OK 說回上項目的,雖然頭關我選了四項目的 不過,我沒有買連贏位的,我一直都說 但是,這次就是因為爆冷,那個口,那個連贏位都幾好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買,不過我自己就說明了 就是我不會買的 那條連贏位,派五百九六元,三五和七號 因為我有選平海福星,二重彩就有千多 如果你們自己覺得,我這四隻 待會下一場就有四隻,我就不喜歡買連贏位 或者二重彩的,那你們自己喜歡的 我已經,今季都中了好幾次了 有七百元,八百元的連贏位都中過 不過,我真的說真的,我自己不買的 我是獨孤一美的,只是買媽寶的 還有騎士王 那麼,變成了,如果你是看對的那四隻 如果你不喜歡我,後面選擇那隻 那你也可以這樣買的 老實說,都是碰一下運氣的 手神而已,沒有說絕對贏更 那麼,這口媽寶呢,我就是選了第三口 第三口媽寶,頭關就是六號八號,九號十二 尾關就是七號 那麼,我等一下再說一下 那麼,for the double, I pick up number, race three 6,8,9,12 and race four will be number seven and hopefully, if you guys bye, good luck to you and good luck to me too 那麼,這口媽寶呢,我就 頭關,又說真的那句,我就不太有信心 因為是千八 那麼,我選擇,你說哪一隻有重心 我就很難,四隻我都喜歡 甚至有五隻 但是,因為太多,我就覺得不值得買 那麼,先說,九號就是莫綠拉的 但是,我就不是這麼看好她 只不過是放了莫綠拉上去 那麼,還有,再放街拍 那麼,希望她有鬥志 那麼,大隻馬有沒有,不知道 那麼,我比較看好呢 反而是鄭俊偉這隻 我,我覺得她呢,有機會爆冷 因為,為什麼呢? 她的磅輕了 那麼,上次呢,就是蔡明照騎的 那麼,騎得很近的 輸兩個幾馬位而已 兩個半馬位 那麼,都是前面帶領的 那麼,這隻馬呢,就一定在前面帶的 那麼,呢 那麼,呢 這次呢,就,波見時啦 那麼,騎騎就不一般的 不過,就說,勝在呢 這隻馬呢,就移騎的 放在前面放 那麼,希望她呢 騎高一點點 比蔡明照 那麼,就有機會爆冷了 那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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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馬呢,就好像 呃 狀態沒有去到足 就是,看她上次都是輸成三個幾馬位 那麼,再之前 那有七、五、三 那麼,那應該是來緊的了 是不是去到十足呢 就不知道 那麼,呢 就有機會 又是這裡 又有機會 應該都是難的 那麼,應該都有機會 再选择6号是盛财 盛顿是马主声辉 他排第一档 磅位也不是很重 我觉得他也有机会 如果他是冷的话就更好 这只马主声应该有机会爆冷 估计他的叫作力一定不会高 所以都可以考虑 所以选择4个都是很平均的 我反而觉得莫来拉那只反而弱点 但是你删除了他也不行 美关我反而选择7号 因为7号是莫来拉那只 就是和蔡若翰合作的 因为起刑部 刚刚赢了一场 都是质身马 蔡若翰绝对 我觉得他也会把握 上次排12档 都可以杀上来 现在排第8档 现在排第8档 只有8只马 塞的机会就小一点 所以档位也不是很重要 反而觉得他这只马是质身 蔡若翰一定会去争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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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将这只马用到中 就算跑不到第一 也应该跑到第二 所以你也可以到时候 你喜欢这只马 再射到下面 射到下面 下一场 绝对不可以放过 像莫雷拉那只 那只奸基者 碰一下手臣 不一定说我说得对 如果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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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刑部 如果可以赢 你随便买 买 买 买都可以 不觉得 你真的可以看得到 因为 为什麽呢 我到了很多连马 都是 由头到尾都是说运 你有运 买什么都差不多可以做 OK 信我 不一定 不过 你说 我这次选了7号的喜业益 他有财职 所以 分析之下 就觉得蔡若翰和莫雷拉 这个一定会迫到盡 所以变了 这个就有少少不可以说运 但是赢 都是说运 OK 如果他跑第二 都没有东西 那些就是实力了 好了 那我就说到这麽多了 祝大家好运 希望大家在 个年前 这个礼拜三 就斩获过肥年 拜拜 Good love for everybody